好 最近现场来看到的是新装昨天凌晨惊传着面包店大火造成了四死三伤的惨剧 这面包店还有印刷厂被烧得面目全非 不过家属和员工忍痛回到火场来清理家园 目前现场情形先连线给记者谢凯璇 而直播7号凌晨的新装大火造成了四死三伤的悲剧 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在这个被波及到的印刷厂呢 一早呢这个家属是忍着悲痛的情绪 带着员工呢来到印刷厂里头来清理哦 因为呢在受到火势的波及 加上昨天消防队在灭火的时候呢 是不断的砸水灌旧 因此呢里头的印刷的这个书册 以及一些这个史籍的这个半成品呢 几乎呢都是受到损坏的状况 因此呢这个家属呢是带着员工赶来现场呢 做这个清理的工作 我们来听听稍早的访问 差不多完成了这样 嗯 还有一半 没有办法 嗯 那现在这些要离败 就是要离败 呃可以用的用不能用的就 就被迟回收 就回收就这样 很舍不能那两个老的 他对我们真的是很 对啊 可以听到呢其中让这个印刷厂员工相当不舍的 就是住在印刷厂里头的这对古姓老夫妻哦 他们呢是不幸的丧生在火窟哦 而他们今天呢是忍着这个相当难过的情绪呢 来到现场来清理哦 由于呢这个印刷厂里面呢 其实堆了相当多的半成品的书册 因此呢今天呢员工呢是赶紧哦 要把这个半成品的书册或者是等待出出货的这个书籍呢 要运送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比较干燥的地方 而稍后如果有最新状况 我们也将随时为您进行连线报导 主播